過了一陣子 我談的 不是談的 我喜歡上一個女生 就是那種 不 不道德 不是不道德啦 不正 常 這一定要怎麼講啊 不允許的 啊不允許的 這樣聽起來比較像悲劇 不允許的 喜歡上一個女生 那種狀況是不允許的這樣子 可是我們還是 有感情上的往來 那一陣子其實蠻痛苦的 就是 其實不是那麼快樂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 就這樣 反正就這樣 然後我就寫了這首歌 叫做流行歌 然後 因為 等一下 喔 我還是放吃香腸飯 太自然了 總裁我這樣都不會太自然 會齁 啊對不起對不起 沒有剛剛那是什麼聲音 那是什麼聲音 好不要不要不要 我繼續再講 然後 反正就是 我就寫一首這個流行歌嘛 就要講 因為我覺得流行歌 每個人失戀啊還是怎麼樣 都會去聽流行歌 就是那種很煽情的 的東西這樣 那我也想要寫一首 那個 說好的幸福呢 對他很煽情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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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我們都會來試一下這方面的創作 怎麼了 你變了 好想唱完 可是我都還記得 之類的齁 就是比較 比較激行的啦 就變成要寫一寫 又一樣太清淡了這樣子 然後反正我的歌 就 欸怎麼大台有人在講話嗎 對不起我剛剛又聽錯了 然後剛講到哪了 就是我的歌詞裡面就是有講到說 慢慢的 慢慢的 我們開著慾望 慾望的列車啊 然後窗外的風景是一片黑暗 車上的乘客只有兩個人這樣子 就是 哇靠 你太會寫啦 就是覺得這一切都沒有未來這樣 漸漸的 漸漸的 當需要和理智 不再拉扯 浪漫的罪惡 像一首 薯套的流行歌這樣 好 現在這樣還蠻好的 好 好 好 那我就來唱那個流行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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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醒来才发现一切都是真的 这是一个梦幻又残酷的过程 我们快乐也挣扎过离开 不要回头 慢慢的慢慢的 我们开着欲望的列车 窗外的风景是一片黑暗车上的乘客 只有两个人 渐渐的渐渐的当需要和你支付再拉扯 浪漫的罪恶像一首速逃的流行歌 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开着欲望的列车 窗外的风景是一片黑暗车上的乘客 只有两个人 渐渐的渐渐的当需要和你支付再拉扯 浪漫的罪恶像一首速逃的流行歌 浪漫的罪恶 好